大家好,又到眼金金爆鑊金,今天阿金和你爆什麼遊戲? 是Wikings Go Wide Road 好,那你有什麼介紹一下這個遊戲? 正所謂有錢使得鬼推磨,有酒使得鬼推磨,就是推磨 什麼事?神經病 那酒和錢有什麼關係? 因為維京人就是維曉著錢和酒的作字 OK,那都說得對,這遊戲其實就是一種代表遊戲 先說一些由來,這遊戲其實是2017年頭20名的Anticipate遊戲 就是期待遊戲 為什麼它會這麼令人觸目呢? 就是因為它本身是一種電話的App Game 現在將它的Graphics搬到一個Kickstart的遊戲 所以又令到大家很期待的是什麼玩法呢? 是 我們現在新鮮骨耳達 是,我Zoom高一點 OK,好,繼續吧,不用理我 剛才Kick說,這是一個Debt Building Games 是 我剛才試過是個Core Game 跟正常Debt Building Games有一點不同 那繼續Kick說不說,還是我說? 畢於說,不過我補充一下 如果你說我想了解什麼是Debt Building Games 很快而已,接下來有一集就會專門說Debt Building Games 你們密切留意BG Port 好,那你介紹一下這遊戲怎麼玩 好了,首先每個人就會有一個Play Map 其實跟我其實覺得有紅毛沒有所謂 只不過是放Debt和Disk Card的地方 大家的Starting Hand是一樣的 這個有兩種貨幣,有金和有啤酒 是的,所以就是有錢使得 鬼推啊 有錢使得 鬼推啊 鬼推啊 OK OK 有一點叫做維京人的攻擊牌 是,攻擊 當作有三種不同的貨幣 是,三種不同的資源 這遊戲的原意都是想跑分的 是 那這裡有一條Score Track 不要這麼快 OK,好 是,是,跑分 是,這樣不同人數就跑到不同分 就會Call End Game 是,那這遊戲有什麼特色呢? 有什麼遊戲? 特色就是 有得打 是,沒有隱藏台 是的 那這遊戲是有得打 不要磨啊 不要在那裡推磨啊 OK 那通常呢 是 玩Debt Building Games 搞到人呢 通常都是搞人手牌多的 是的 或者是要人Discard 或者是偷牌的 是 那這遊戲就多了叫Building的系統 是 那些人可以Building 令到擺在自己面前 令到Gender Resources 或者可以Store Up某些東西 是 那我們呢 就多一些Attack 就可以打人家的Building 令到可以加分 是 還有呢 場上呢 都有一些怪獸給我們打 去拿分或者去拿resources 是 那除了打架可以拿分之外 那還有什麼地方拿分呢? 我看到好像還有一些分的卡 是 剛才的Play Map 其實除了放Debt之外 下面還有一個 藍色牌區 這個是 叫做Mission牌 是 會完成到 下面有個星星分數 就是完成 做到的話 就可以升我們這個分數 是 剛才所說的 打人家是有分數 是 還有Endgame 這裏有一些 叫做Objective牌 是 撕到哪個 最多的 就可以自然 再CAM到它的分數 是 大致上是這些分 或者有些Building 可以跑到分 是 OK 那我又說一下 其實這個遊戲 其實就是 Kickstart的版本來的 所以你看到 它是這個Ultimate的Set 其實本身 這個遊戲 是Core Set 封面就是這個 紅色的 這個就是Core 這個Ultimate Set 有什麼特別呢 首先 它已經 加入了兩個 expansion 在裡面 如果你在 retail買過 就會是這兩款 另外兩盒 它已經在裡面 收起來了 另外它還送了一些 那個不是 等一下才拿出來 送了一些Figure 就是用來 Mark 這個也是 Kickstart版本 會有些特別的樣子 OK 但是其他的東西 當然還有一些卡 是Kickstart Exclusive 但是其他的東西 基本上 就和你買回來的一樣 譬如 我也一定要讚賞一下 它有個卡的收納 基本上你進了卡套 都可以放得完 還可以打直 都可以的 有些分類 而且它用的質地 是比較實正的 以往很多 拿到回來 就已經爛了 好了 接下來 你可以拿出來 另外還有一個 額外的expansion 就是這個 Total三個expansion 可以了 我們有三個expansion 略略介紹一下 首先這兩個 就是大expansion 這兩個expansion 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你看它下面 你應該都可以看到 一個就是 Guild War 一個就是 Azis and Magic 其實是什麼 就是 你聯想一下 在debutting game裡面 剛才阿金也有介紹到 遊戲 基本上有幾種牌 第一種就是 上高 市場是自由 市場 會有些不同的東西 Random 像暗殺神 是Random 那種 另外 這兩個位置 是規定的 這兩個 規定的位置 這邊就是攻擊 紅色牌 防守牌 以及 Building牌 其實這兩個大的expansion 最主要就是 動這兩個 動什麼呢 其實它為遊戲裡面 加了幾種元素 剛才說過 會有攻擊建築物 其實建築物上高 有一個防守的數值 在這個遊戲裡面 這個expansion 它就會增加了一些 叫做 圍牆 它叫做 WAR 那你就可以幫你的建築物 增加防守能力 令到攻擊 就是對手要打你的東西 是困難一些 因為其實剛才阿金也有說到 這個遊戲其實最主要拿分的 途徑幾種 就是做Task和攻擊 而攻擊 就是打別人的建築物 可以拿到的分數是特別多的 所以有了這個防守 就可以令到遊戲的flow 沒有那麼快的圓 另一方面 就是這個 Magic Magic顧名思義 就是用一些魔法 魔法有兩個方面 一個就是Curse 減人防守 而另一個就是Magic 就是Magic Power 可以清回這些Curse 其實就是 反過來 剛才我加防守 這個就是減防守力 其實這兩個expansion 其實某程度上 我覺得如果你之後追回 retail的話 基本上這兩個expansion 都是必須要買的 因為有了這兩個expansion 遊戲才有多方面的 多了很多卡 多了很多變化 至於剛才說很細合的那一副 這副呢 怎麼說呢 這副我覺得是因人而異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個expansion 其實是為了這個遊戲 加入了這個 Han Solo Mode 就是阿金最喜歡的Han Solo Mode 其實是單打 誘惑者 合作模 那是什麼呢 就是 基本上 如果你知道這個字 是為什麼的 其實這個就是 一人的主題是維京 和北歐神 其實那個就是 北歐神裡面 最終的戰役裡面 那樣東西 其實就是 大家就合力 要去 suffer 那個 最終戰役 去避免 大家一起輸 所以就可以有一個合作模 或者Solo 自己 其實遊戲的expansion裡面 就會有一個 有一個 你就是 就會是這個 他就會換到外面那一套 的牌 那你就會 不用拿出來 太多了 你知道了 什麼就行了 大家就要去suffer 那一疊 就要捱過去 然後就完遊戲 除了 可以合作之外 你可以單打 單打就會是計分的 就是說 到最後 完了之後 你可以拿到幾個分 給你自己去跑分 那樣 也要講講 Kickstar X的版本 也都送了這個 它叫做 Portable版 就是因為 你看到其實這塊版很大塊 玩起來就不太方便 他就送多一個 Portable 就是可以用一個很小的 位置 就可以玩到這個遊戲 OK 其實 其實也是 不過 那時候跑又不用錢 就不用管 OK 好 好了 那事不宜遲 簡單講一下 我們剛才試了 阿金你覺得這些東西 怎樣 其實都很dead building 只不過 它加入了一個打架元素 就會 其實不要以為 打架元素 很爽快 其實都很多東西 給我發覺 首先 這個Market不斷地浮動 是 這樣 這裡又要看看 因為resources是兩款 但是其實你發覺 每天只買到一至兩張卡 是 它是任賣的 它是無限賣的 那你發覺 你究竟要走哪條路 你也要量度過 計resources 是 是 你要發覺 如果別人不打的話 這裡真的可以 不用管什麼 是 就是attap牌和防守牌 是 但是 當人真的要打的時候 就開始要買這些 就 其實我覺得這裡 可以再變強一點 是 因為始終他也是 很強調 打架 打架 但是他的變化也是只有 number 還有可以握防守 是 變相他的賣點就變得 不是真的這麼突出 但是我也挺喜歡 他不同的 multipart 就是跑分的方法 是 他多了 譬如 debt building games 是沒有mission 我暫時還沒見過 可以做mission去跑分 是 還有 這些ultimate 好像都較為少見 是 長短 長短 path 是 他多了一個 其實這裡 去到某個first tour 就是經過某個point 他可以 抽一些強的牌 是 這個神奇 他幫到你 我不是在那裡歸到一次爆分 而可以 令你快點跑分 是拿一些強一點的牌 去落你 就是 鼓勵大家 夠快去跑牌 回來 是 其實你說的那些大部分 我都認同的 其中一件事 都想說清楚少少少 就是打架那裡 很多人聽到 遊戲可以打架 會不會圍死一個人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這個遊戲裡 這個攻擊的點數 就是這個防守值 我們如果要打贏他 我們就要出攻擊牌去打 而打死了之後 這個建築物不會消失 也不會有任何影響 其中一件事 就是 攻擊那方 就可以獲得這裏的利益 就是分數 或者資源 而 如果某個遊戲 被人打完之後 其他遊戲 就不可以再打他 其實就確保到 不會說 某一家建築物的防禦力 特別弱 然後就被人圍攻 那些東西 其實被人打的遊戲 也沒有一個很大的 其實他沒有什麼傷害 除非你 除非有些 例如像這些這樣的卡 他會儲物的 如果被人打的話 他就會沒有了這些資源 否則其實基本上 沒有損失 但是反過來 我覺得 這個遊戲 我覺得最正的 那個互動位 就是 他就和一般的Death Building Game 一樣 例如你攻擊我 我可以防守的 他就有一些防守卡 這個防守卡 是後發的 什麼叫後發一隻 舉個例子 譬如這個建築物 三點攻擊力 譬如阿金要打我的 譬如他這樣拿 拿一隻五點過來打我 理論上 我這棟建築物不會爆了 然後他就可以拿到分數 但是如果我手上高 有卡留在手的 正常來說是不可以的 他是需要有一些卡 譬如這張卡 就可以幫我留到 保持一張手 我可以留一張卡在手 然後你打我 我就可以出來 砰 我原本三點的防守力 因為這張卡 就會變成有七點防守力 阿金就打不到我 之餘更重要的是什麼 如果他不能成功打到我 他每一張攻擊卡 我就可以拿多一分 反過來就是防守也是一個得分的路線 但是防守得分路線的過程中 就要有buffering的元素 就是我要收藏這張卡 老實說 正常來說 我當然要收一張真的 但是我不可以 都抽得到他 有時候我可能就要做一些假的事情 譬如我自己手上高 有一張其實是沒有用的卡 沒有用的廢卡 但是因為我擺在那裡 而阿金知道我有這些防守卡 他可能因為我留卡這個行為 而不敢打我 但其實我是一張無理拉間的卡 所以我覺得這個遊戲 是一個比我想像中有趣的地方 和一般的Death Building Game 有一樣東西很不同 就是他不會在一尾買一些勁卡 然後就完結 他中間會有這些buffering位 還有他雙資源的東西 令到這遊戲不會 令到這遊戲買資源卡 或者買一些東西的時候 就不可以說是一尾買同一款 我覺得這個是挺有趣的 還有長短的這個 這個叫做 這個叫什麼 End Game的Target 我覺得他設的挺有趣的 不是說 一般我們會做的那些很簡單的事情 他可能會是 鬥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要你鬥多垃圾卡 這些東西是平時不會做的 但是他會令到你玩遊戲的過程 想多一些不同的東西 那 好了 說到這裡 最後呢 你覺得這個遊戲你會推介給什麼人玩呢? 其實應該 推介一些 玩得太多Dominion 但是又不想說 因為Dominion是 standard的 WAM始祖 但是又想有個新film 而有更多的東西想的 我覺得這隻也是不錯的選擇 不是說想用Dominion 一個新突破 譬如去到 和Ascension那些新的東西 或者 遲些可能有機會介紹的 Clank 那些什麼 這隻是想refresh一下 這隻真的不錯的選擇 我就覺得 簡單一點 其實新手玩這隻是不錯的 因為他 多得太多 你知道嗎? 太多 變化位還是什麼? 我始終覺得 是Dominion要先走 Dominion先走 Dominion先走 OK 就是他簡單一點做 OK 明白 但我為什麼覺得新手玩容易一點 就是因為 我覺得他每一張卡上做的東西 比較簡單 是的 每一張卡上做的東西 比較簡單 還有開心的 因為你到最後 好像阿金的位置 你會有一堆建築出來 因為被人打 是的 其實砌出來就被人打 還有可以打架 還有那些Graphic是真的很漂亮 比如那些神卡 很好美式 比如那些神卡 因為那些神卡 因為那些神卡 剛才我抽到那隻 好像有一隻A信雲 你看 有啊 比如這些卡 其實這些卡的Graphic 那個質素 其實是很高的 假Cafuru 對 假Cafuru 這些Graphic 是很高質素 但始終 因為這遊戲本身 有一個 金保護 有金保護 OK 因為這遊戲本身 就是電腦遊戲底 所以它的Graphic 可以做得很漂亮 因為它可以用回到遊戲中 對 還有 還有搞笑的 它主要的畫面 好了 夠了 不要再找了 因為有很多卡 其實這裡 你現在看到這裡 一半都沒有 還有很多都沒有拔出來 所以變了 買了底環 都多變化 都多變化 今天來到這裡 覺得這段影片好 記得按讚和分享 還有 接下來我們也會有一集 Hero Realms 也會講Dead Building Game 投票已經決定了 是的 已經決定了 Hero Realms 那沒辦法 讓彎讓彎都減 那如果你有興趣 看Dead Building Game 可以看看Hero Realms 那一集 那裡也會有一個很詳細 介紹關於Dead Building Game的History 這集就到這裡 好了 那就這樣 拜拜